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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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校長是做教育文化做了非常非常多年 他從過去的所謂的體制類的教育 到現在所謂的社區大學的教育 這一步就來引力在心中 我想請我們的校長 曾教授來談談 我們教育文化在這個企業所 這樣的經濟事實分的方式 以社區大學來講 他的功能會在哪裡 謝謝你 謝謝 我們謝謝周旺老師 我想就我所了解 我們教育大致上就是兩個面向 一個就是我以前來當校長的 學校的教育是正規性的教育 那現在來了社大 我發現這是比較不一樣的教育 跟我以前在學校裡面那樣的教育 真的是完全的不同 以前的教育呢 他是需要考試的 他有成績的壓力 他有很多課業壓力 他有升學的壓力 有選擇科系的壓力 但是呢 我來了社大以後 我發現社大太好了 有沒有壓力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我就好喜歡他就好了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的自在的 因此呢 我想我們來社大學習 就是一個非常正確 而且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之前呢 我看了一篇文章 他談到了 我們終身學習 終身學習呢 有五大支柱 到底是哪五大支柱呢 他說 你如果一個人 像在座的各位 你今天來這裡學習 就是達到所謂的 終身學習 那這個五個支柱 就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呢 你要學會什麼 女人想學 你沒有辦法了解別人的狀態 你沒有辦法理解到 種族的不同 或是各種世界的內涵 那你這個就是 比較有問題 所以第一個支柱呢 叫做女人相處 你要學會女人相處 第二個支柱呢 你要學會什麼 學會追求知識 我想在座各位 都已經具備了 因為現在的時代 真的變化太快了 這個日以萬機喔 這個隨時都可以 所以你要學會追求知識 第三個 你要學會什麼 學會改變 因為呢 我們整個的學習 如果你不改變的話呢 你會什麼 沒辦法做到什麼 現在目前的狀況的變化 靈況上 那你要學會 自己有那個 因應改變的人力 而且引導這個改變 讓它形成一個好的 所以這都是我們應該要做到的 再來一個 第十個你要學會做什麼 我想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呢 如果你學習只有 為學習而學習 我想還是不夠的 我們要對我們周遭的社會 扣一些很多了解 所以你學會做事 第五個面向呢 你要學會發展 這個發展呢 就有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什麼 我個人呢 肯定的發展跟追求 另外一個就是 我所在的團體 或是我的家庭 或是我的夥伴 我們能夠希望 對一個團體呢 能夠追求團體的發展 我想這五件事呢 是我們的中生學習 更重要的 支柱跟金釋 但是呢 我想最重要的 它就是前面那兩個字 叫做什麼 學會 我到底學會了沒有 我有沒有學會 在做這樣的實驗 我想那個 有關巴斯特在講過 我們今天在學習 最重要的 我們目前的學習呢 已經超出所謂的考試 一些應該有的一些事情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在做什麼 自我實現 我想我們人生呢 在這個人生過程裡面呢 怎麼把自己 最好的 最容易達到的一個什麼 價值讓它實現在 我們的生活周邊 我想我們能夠這樣做 而且很努力的去施行 我們的喜悅呢 自然就在頂上 我們整個周遭呢 就因為你的喜悅 而就產生什麼 幸福 我想我們很多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的產業 所以你剛剛看到呢 我們社大接近呢 就是希望能夠 走路什麼 把我們實踐的東西 走路到社區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 海洋的一個保育 那個淨灘就是我們 設大很多的職工 我們受了兩期 兩年的一個訓練 我們最近就帶了很多的什麼 很多的團體 很多的一些 一些夥伴們呢 對我們的所謂的 配合海科的一個合作呢 把整個呢 那個海科呢 附近的沿岸呢 做很多的一個淨灘 我想這是參與非常重要 當看到那個畫 那個畫是誰在畫 是我們今年度的 尾期的時候呢 我們透過什麼 跟海科的合作 我們做了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 藝術工作坊的展現 我們在那邊呢 畫一幅很漂亮的畫 我們畫作的作者 在那邊 周鳳德特老師 大家拍拍手 跟大家報告 看起來那個畫 好像是很簡單的畫 它不像這樣的畫 你想一幅畫 在我們海邊 能夠承受風吹雨打日曬 而且不會退色 容易不容易 裡面還是有很多的專業 那最重要是那個用心 內地的用心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 我們那樣的畫完了以後 我發現周邊的人都什麼 有受到感動 所以有一些迴響 我想我們社會需要 我們這樣的產品 我想我簡單的就跟大家這樣說明 我們社大就是要怎麼樣 要積極的參與 所以希望了 其他人的大家 能夠參與我們社大的社團 我們社大總共有14個社團 每個社團都有它的價值 跟它的什麼 特殊的屬性 那可以帶著你 共同的來做一些 歡樂的一些 參與跟成長 以上是我的報告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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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教育的部分 基本上應該是 就像我們來的社大總共 我覺得 最大的功能就是 把教育開始 對於 尤其最近 在長壇旅館的同場 尤其是 起瓜參與的 有參與的節目 我覺得我們今天 如果只是 正在這裡等人家 然後在西國小 開課 等一下來選課 我覺得這都不夠 而是我應該要理解 更大人量 只要你願意 你能夠找到很多的人 然後你就出去外面 幫你開課 然後不夠 甚至呢 我們希望 古道社群裡面 經過對話 然後產生需求 我們來 因為這樣的需求 和系變動業前 然後呢 能夠帶動大家 關心我們 能說到生活的任何一點點 一定的事情 我想 我們如果要改變這個 整個經濟 這種 互動的教育的一個學習 跟一種唱當 我想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一種 參與性的一種 所謂的一個 地域之間的一種 一種教學的 活動的一個聯繫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要實踐 也就是說 你今天在這個過程裡面的 參選以後呢 你到底要實踐些什麼 你今天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像我個人會認為 很重要的 我們要帶動我們所有的 就關心我們 關心到我們 你的社會 比如說 我們就關心一下 我們的弱勢環環 這個人家有一個 比如說 我們之前呢 有一個家庭的東西 在做戶傳 我們很多社團 共同參與 表演出戶傳 去賺了很多錢 然後去做這樣的 關心活動 我想 每一次的參與 就會帶給人 幾個成就 也會帶給我的社會 所以我想 對於我想呢 在這個教育的部分上來講 我比較會覺得 就像現在慢慢的 從或者 怎麼讓社團的 這個教育過程來 能夠整個的進去 我想這是一個 我對大家有興趣和期望 謝謝你們